一名驻日本军士兵 涉嫌夜闯民宅 欧打中学生 日本两世抗议 部署在日本冲程县的 鱼鹰运输机 本月将在日本文化世界 飓风桑迪 重创美国造成至少98人死亡 桑迪侵扰给总统大选带来变数 奥巴马救灾得利 过好评 为阻止热钱流入香港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两周内八次卖出港元 买入美元 以稳定港元汇率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欢迎收看 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来自中国国家海洋局的消息 中国海间5012627船 执法编队 在中国钓鱼岛海域 进行例行维权巡航 北京时间11月2号上午10点半左右 海间编队进入钓鱼岛领海 对非法进入中国领海活动的 日方船只进行监视取证 同时严正声明中国立场 据报道 今天有中国海间船编队进入钓鱼岛 十二海里领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予以证实 来看报道 今天中国海间船 在中国钓鱼岛领海 进行例行维权巡航 这是中国公务船 对钓鱼岛海域 行使管辖权的正常公务活动 另外针对当前的钓鱼岛形势 洪磊表示当务之旗是日方要拿出诚意和行动 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 当务之旗是日方要拿出诚意和行动 与中方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 11月1号在第二届中美安全关系与合作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他指出钓鱼岛问题的根子是日本窃取中国的固有领土 其他一切争端由此而生 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是日本企图否定二战胜利成果 挑战战口国际秩序 要翻历史案 乐玉成说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膨胀 否认南京大屠杀 否认强征为安抚 鼓吹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扩军备战 废除和平宪法等言论和行为愈演愈烈 中美作为两个曾经为反法西斯战争承受重大牺牲 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 要警惕这些动向 加强合作 坚决遏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计验 防止日本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再一次把亚洲和世界拖入灾难 近日中国驻外大使纷纷在国际主流 发表署名文章 阐述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 在国际舆论引起强烈反响 我们来看本台驻英国 俄罗斯美国记者发回的报道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 是最先一位通过欧洲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这篇文章 随后被国家网站转载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 受到多方的关注 英国金融时报在很多报道中都提到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钓鱼岛争端已经显示出了 中国的这种影响力 与此同时 英国各大媒体 在报道钓鱼岛事件上的措辞也十分严谨 立场中立 承认钓鱼岛问题存在争议 俄罗斯媒体近日也报道称 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 结果自食苦果 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日本应该认清二战的结果 并且遵守两国曾经达成的协议 不触碰争议岛屿 不改变其地位 留给后代来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唐纳 10月31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再次表示 美方对钓鱼岛的立场是一贯的 没有改变过 那就是美国对岛屿最终主权问题上 不持立场 美方希望中日这两个当事国 能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日前中国海间首次公开宣布 对日传实施驱离措施 钓鱼岛的攻守态势出现明显变化 外媒纷纷发表文章表示 中国此举可能打破钓鱼岛争议现状 并预示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 以见获主动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1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海间船在中国钓鱼岛领海 进行例行巡航执法 正是中方行使管家权的正常公务活动 无可厚非 洪磊还指出 日方应正式钓鱼岛行事 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现实 据中国国家海洋局网站的消息 北京时间11月30号 中国海间50152627船编队 在钓鱼岛领海内进行例行维权巡航 并对进入中国领海非法活动的日方船只 进行监视取证 同时严正声明中国主权立场 并对日船实施了虚拟措施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 中国此举可能打破钓鱼岛争议的现状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转折意义 这是对日本构岛挑衅的反应 中日两国曾在钓鱼岛问题上 达成国搁置争议的默契 但是面对日本的做法 中国不得不采取新思维 争取在钓鱼岛问题上 以实际行动达成一种新的平衡 这种平衡 要让日本为自己的恶意挑衅付出代价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 日本防卫生表示 下个月在冲绳周边海域等地 举行的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将不对外公开 同时还宣布 日本联合夺岛演习计划正式取消 有分析生取消夺岛军演 除了忧虑中国的强烈抗议 也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冲绳县政府的反对 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 由于岛屿之争 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都不好 日本的经济也表现不佳 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日前罕见的 对日本政局部闻提出了批评 美国全国邮报则表示 中国海监编队对日本船只实施驱离措施表明 钓鱼岛的攻守踏制出现明显变化 分析指出 上个月日本政府构道之初 日本看上去更为主动 但是在经历了中国反日游行 外交较量 经济反制等一系流件之后 日本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 日本国内对野田政府批评声音增加 日本官员或名或案的改变立场 承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 日本政府同时遭到中国和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驱离 表明其当初想通过购导 展示其强硬吸引选民 同时耍手段 让中国接受新现状的如意算盘 显然是大错了 日本共同社报道 继连续两天接受众议院全体会议的质询之后 日本首相野田家宴今天上午又被参议院紧急秩序 这是日本二十七年来首次举行参议院紧急秩序 自民党公民党国民生活第一党 分别对野田进行了秩序 自民党成员野村哲郎表示 针对首相的问责议案 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摆在野田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 要么内阁集体辞职 要么解散国会 在上一届国会期间 参议院通过了对野田的问责案之后 按照日本国会相关规定 野田没有资格再到参议院进行大会答辩 但参议院可以用紧急质询的方式 照其到会接受议员询问 根据日本参议院称 类似的紧急质询是自1985年以来 时隔二十七年的首次 野田回应说 对于问责议案 他将铭记在心并郑重对待 将对需反省的地方进行反省 为国阵尽力 他同时呼吁在野党的河 野田没有提及解散众议院 举行大选的具体时间 并否认内阁将集体辞职 称这意味着放弃首相的责任 野田强调当条件成熟时 自会做出决断 同时还表示 不会一味延长施政时间 只是希望能将需要决定的事情 尽快落实 野田当天在接受共同社 等媒体采访的时候称 通过预算执行所需的 公债发行特例法案 是在为判断解散 中院时期创造条件 他同时表示 11月制定的经济刺激政策 并不是解散的前提条件 近期野田政权是连遭沉重打击 议员托党临时国会遭问责 而领土纠纷也使得 日本与周边国家是关系紧张 导致日本下滑 民众也开始不断的问责政府 看上去野田难逃短命内阁的命运 日本共同社指出 近来野田面临内外夹击 他领导的民主党多名大臣爆出丑闻 党内议员不断流失 如果执政党在众院席位少于半数 日本首相野田家宴将被迫失去执政地位 最新民调显示 野田内阁支持率已经不到两成 可以预见 未来一个月将是决定 野田政权命运的关键时期 然而尽管在国内各种事件上面临多重压力 野田在外交上仍然是强硬不改 他宣布要提高日本海上安全等级 并就与邻国岛屿争端问题 在国际社会大做文章 一期混淆视听 有分析称 日本在过去几个月里 与邻国中俄韩的岛屿争端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升级恶化 由此导致日韩双边贸易出现 18年以来的首次下滑 日本对华出口数据也十分惨淡 包括夏浦 松夏 丰田在内的日本多个大企业 出现巨额亏损 日本张家表示 正是野田政府过于阴谨的推销 赤裸裸的民族主义政策 才会导致国家经济贫量红灯 倘若野田与邻国对话的预期不改 紧张局势持续发酵 内忧外患 将令野田内阁全面崩盘 日前日本八家民间智库 对今年三季度 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数据 全部出炉 除去物价变动因素后的 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环比下降1.0% 换算成年率为下降4.1% 这是近五个季度以来 首次出现负增长 受到海外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等 经济打击 日本内外需求均大幅下滑 从日本不景气的经济现状 到日本央行连续施行量化宽松的无奈 再到日本不断攀升的债务危机 不难看出 日本除了要面对一个日益混乱的政治僵局之外 日本版的财政悬崖也正在悄然临近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财政悬崖的主因 是由允许政府发行国债的法案 至今仍未获得国会通过而引起的 本财年日本政府预算为9.3万亿日元 其中有38.3万亿日元 需通过赤字国债的发行来筹集 而根据日本的法律规定 发行赤字国债必须获得国会的认可 即所谓特立公债法案 必须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 方能付诸实施 然而该法案直至目前仍未获得通过 日本财务副大臣1号就此表示 日本政府准备与反对党达成一项协议 目前只等反对党开出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 该法案迟迟未能通过的副作用 已然显现 根据测算 在没有国债支撑的情况下 仅靠税收 日本的国库将很快见底 出现财政枯竭 届时 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停发公务员工资 以关闭部分政府机构 甚至发生养老金及生活保障金的停发 有分析称 日本版财政悬崖使日本承受的损失 将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至8%左右 此外 英国广播公司曾报道 糟糕的财政状况 只使日本政府继续刺激经济的能力非常有限 加上其人口的老龄化与经济萎缩的前景 日本正在将越来越来的债务留给后代 有媒体指出 每一个新出生的日本人将被迫负担数百万日元的债务 而日本人对现在的形势也很难乐观起来 一位日本资深媒体人告诉华盛顿邮报说 他们已经放弃了成为世界第一的雄心 日本防卫相森本敏2号说 已部署在冲城县的新型运输机 余英的训练将于本月开始在位于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进行 共同社报道说 森本在首相关底召开的全国知识会议表示 余英将利用靖岗县的富士军营和山口县的盐国基地等设施实施训练 冲城县知识众景真宏多 在会上对森本和外向悬业观议廊提出两点要求 做出停止部署等调整 全国分担相关负担 报道说美方针对冲城县普天间机场部署余英制定的环境审查报告书中明确表示 低空飞行训练路线将使用本周四国九州的六条路线 此前日本东京新闻报道说 美军方面并没有向日本政府提供有关训练的具体日期和路线等充分的消息 逐日美军12架鱼鹰轻转悬疑机 上月初部署到冲城县美军普天间基地 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 一名美军士兵涉嫌2号凌晨 在冲城县一家酒馆饮酒后擅闯民宅并殴打屋内一名少年 日本外务副大臣吉良周思 今天在外务省召见美国驻日大使卢斯表示抗议 日本媒体报道 上个月刚刚发生美军士兵涉嫌集体强奸装事件 加之冲城县民众对美军新型运输机鱼鹰的抵触情绪根深蒂固 当地民众的反对之声因此事件而进一步蔓延 日美两国政府或将苦于应对 由济南军区组织的代号为铁甲2012装甲旅 陆空一体联合作战演练 今天在玉鳄交界的大别山区展开 演练展现了中国军队多军兵种的信息指挥 精确打击和特种作战能力 演练一开始 参演的某装甲旅就快速构建了与装甲突击群 火力打击群 空中突击群 特种作战分队互联互通的指挥信息网络体系 卫星定位系统实时为指挥员提供战场态势 实现了作战指挥一步导弹兵 以目标打击需求牵引作战行动 提高打击精度是这次演练的最大特点 演练中 他们根据不同波次的打击效果 使用联合火力 多种大口径火炮 对目标前沿阵地展开定点摧毁 武装直升机 强机机 尖机机 对纵深指挥通信枢纽进行点确实打击 担负主攻任务的装甲突击群 利用火力打击效果突击前进 两分钟之后 两架武装直升机飞临作战区域上空 依据打击指令 却向敌隐蔽指挥所隐蔽所发射导弹 与此同时 特战分队采取激将的方式抵达作战区域 向火力单元传递打击目标信息和损伤效果 对敌纵深残余重点目标进行围肩破袭 最大限度发挥特战效能 随着作战进度加快 装甲部战分队迂回穿插的方式 歼灭敌有生力量 实现了围肩敌军的作战目标 这次演习是在地面与空中 兵力与火力 有心空间和电磁空间的作战行动 形成了民企协同的联合攻击体系 提到了信息化条件下 空地一体的精确打击能力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飓风桑迪重创美国东海岸 路透社报道说 根据最新的统计 桑迪已经在美国境内造成了至少98人死亡 其中仅纽约市就有40人死亡 当地官员称 救援人员仍在一些海滨城镇 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救 因此这一数字 还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纽约和新泽西州 是这次受桑迪影响最大的地区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纳布里塔诺2号将视察 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 纽约市斯塔腾岛 斯塔腾岛位于曼哈顿区的南部 10月29号首当其冲地 受到了桑迪的袭击 碟瓦地区水深达到3.3米 纽约市至少有一半的遇难者 是来自斯塔腾岛 美国总统选举当中有 十月惊奇之说法 指选前最后一个月突发的 可影响选情的事件 10月29号登陆 美国本土的飓风桑迪 可谓就拜扬了 今年的十月惊奇 分析人士指出 桑迪的侵扰 给日益临近的总统选举 平添了几分变数 选举日前的最后几天 奥巴马和罗姆尼 将会怎样出招 引人关注 评论认为 目前从美国政府 应对桑迪的情况来看 情势对奥巴马会有帮助 曾屡屡讽刺抨击 奥巴马的共和党政治明星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 多次公开称赞 奥巴马及联邦政府支援得力 另一种灾区 纽约市的市长布隆伯格 更在一号宣布 支持奥巴马连任 布隆伯格为五党派人士 在美国独立选民中 威望很高 此前他一直没有公开表示 支持奥巴马或罗姆尼 此次重要关头表明立场 很可能将为奥巴马 拉到可观的中立人士选票 而对罗姆尼来说 桑迪带来更多的是尴尬 相比身为总统的奥巴马 罗姆尼的势头 更多的依靠高曝光率来维持 但是桑迪肆虐 各大媒体报道 侧重从大选转向巨峰 也不可避免减少了 对罗姆尼的关注度 客观上不利于罗姆尼 维持其自10月初 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以来 所展现出的上升势头 根据美国知名民调机构 盖洛普公司10月31号 公布的民调结果 54%的受访者 预测奥巴马将连任 34%的受访者认为 罗姆尼会最终胜出 不过 盖洛普民调同时显示 奥巴马和罗姆尼 目前在注册选民中的支持率 还是不相上下 而据路透社1号发布的 每日追踪民调 奥巴马支持率为47% 罗姆尼为46% 有分析指出 在美国大选关键的摇摆州 奥巴马一两个月前的 领先优势大幅缩水 仅领先几个百分点 此总体上看 奥巴马的支持率 与罗姆尼旗鼓相当 设在北京媒体亚中心的 18大新闻中心 已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 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新闻中心成为 中外记者的记者之家 来到新闻中心 首先感受到的是 温馨细致的服务 外国记者接待处 港澳台记者接待处 网络服务室 所有和记者工作相关的地点 都在进门处标注的一目了然 而让记者感到最方便的是 这一次新闻中心 首次开设记者就餐区 作为18大对外宣传的 重要窗口 新闻中心其实也是 中外记者们的记者之家 在这里的任何地方 现在都可以无线上网 未来在广播电视服务室 可以接收大会直播的 公用电视信号 而这两天 伴随记者领取证件 最受大家青睐的 就是多达342个品种 包括中英法等 九种语言的资料书籍 其中文化里边 像中国的文学 中国的这个诗词等等 这都很受欢迎 他们认为这些图书呢 对于了解中国的历史 了解中国的文化 很有帮助 对他们的采访是有益处的 据了解 未来新闻中心将安排 几十场不同规模的采访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大会后期将邀请有关党代表 和网民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 进行网上互动 而这也是党代会新闻中心 历史上首次举行网络访谈 一股强冷空气 目前正在影响中国 中央降台今天继续发布 寒潮蓝色预警 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影响 中国西北地区大部都出现了 大风沙尘降温天气 局部地区降雪降温 今天中午12点左右 新疆哈密哈密市区 出现大风阳沙天气 能见度不足30米 全市60所学校被迫停课 4万多名中小学生 上课受到影响 受沙尘天气影响 乌鲁木齐飞往哈密的 CZ6689次航班被迫延误 滞留旅客90余人 新疆若枪线也出现 强沙尘天气 瞬间最强力达到9级 能见度不足10米 最低温度将达到 零下6至7度 受北方强冷空气影响 今天上午8点半左右 一场强沙尘暴 突袭甘肃金昌 瞬间风力达7级以上 最低能见度不足100米 今天上午 青海多地也出现 大范围大风沙尘天气 多地迹象部门 相继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大风沙尘天气 将持续到3号夜间 此外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新疆阿拉泰地区 甘肃张叶遭遇强冷空气 气温普遍下降 8到10摄氏度 并伴有小到中雪 出行的居民都换上了冬装 最近一段时间 热钱流入香港 香港金管局两星期内 第八次卖出港元 买入美元 以稳定港元汇率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一号一天内 连续两次入市孤售港元 两次共卖出港元 46.5亿元 买入等值的美元 这是自10月20号以来 香港金管局 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 第八次出售 卖出港元买入美元 以稳定港元汇率 这八次总注资金额 约244.4亿港元 美国推出QE3以来 热钱持续流入香港 导致港元汇率持续贴近 7.75港元 对一美元的 强方兑换保证 所谓强方兑换保证 是指港元汇率 持续贴近 7.75港元 对一美元的汇价时 香港金管局保证 可以按联系汇率 估售港元 买入美元 香港自1983年10月起 采取港元 与美元挂钩的 联系汇率制度 根据这个制度 港元被允许 在一美元 对7.75港元 至7.85港元 区间内波动 更多新闻 我们再来看一组 国内国际综合资讯 11月1号凌晨4点 正在执行 大洋第26行次 第5行段科考任务的 大洋一号 取得重大进展 在海底2700米 至2800米的区域 一次性获取18箱 共1.2吨多金属硫化物 这是中国海底 科考历史上 单次获得多金属硫化物 种类最多 数量最大的一次作业 日前 福建省福鼎市 同城街道一家休闲中心里 一组监控探头 记录下了四名女子 英勇围攻劫匪的 惊险现场 当天凌晨一点多 一名持枪蒙面男子 闯进休闲中心 企图抢前 四名值班的女店员 临危不惧 合力夺过男子的手枪 紧紧拽住了男子 民警随后赶到现场 制服了劫匪 而劫匪手持的 原来是一把玩具枪 1号下午3点半 一辆上海排照的大巴车 在行驶到航浦高速 独山岗断时 司机突发心脏病 不省人事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 穿越三条车道 撞击路间 多亏车上一位 有多年驾驶经验的乘客 拉起手刹 才让车辆安全停下 19名乘客 无一人受伤 一年前的10月30号 杨大姐留守在四川的 11岁儿子小杰 失足从三楼阳台摔下 脑部严重受伤 成了植物人 杨大姐把儿子 从四川老家 接到广东佛山 悉心照料 每天坚持给儿子 播放歌曲 阅读同学 给他写的信 八个月后 小杰奇迹般地苏醒了 如今 儿子已经能为他 唱生日歌了 10月30号 重庆一位 87岁的老奶奶去世了 她叫徐朝青 60多年前 徐朝青与小他 10岁的刘国江相爱 并私奔到深山中 开始了刀根火动的生活 为了避免爱人摔跤 刘国江花了56年时间 在悬崖峭壁上 开造了6000多集台阶 两位老人穿越风雨的爱情 感动了很多人 他们的经历 被改编成电影 电视剧 而这些连接 两位老人心灵的台阶 也被人们誉为 爱的天梯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科动物园的 新生大熊猫幼崽 11月1号迎来了 六一轮体检 已经13周大的熊性熊猫宝宝 虽然不拔还太稳当 但在镜头前 小家伙还是显得很大方 体检结果显示 这个小宝贝已经有4公斤重 约60厘米长 各项指标都显示正常 另外 兽医们还特别给他 进行了心肺功能和消化系统的检查 根据传统 小家伙要到出生百日那天 才能获得自己的名字 1号 居住在英国萨里郡的大卫马丁 向外界展示了 在自家壁炉里发现的 二战时期姓哥的遗骸 马丁说 他在翻新壁炉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姓哥的遗骸 在姓哥的腿骨上 绑着一个红色的胶囊 里面装有一张 免满密码的胭脂 二战时期 利用姓哥来传递信息并不罕见 但是用密码来传递信息 这还是第一次发现 研究二战时的专家 目前正试图解开 这些密码的含义 新西兰航空公司 近日公布了一组 指环王版的 乘机安全宣传片 未即将供应的指环王三 部曲前传 或比特人预热 在宣传片中 常规的安全提示信息 以应俱全 例如如何调节安全带 和穿戴救生衣等 有趣的是 片中的机组人员 空城以及部分乘客 是影迷们熟悉的精灵 矮人 地精 贩售人等 指环王系列影片剧中人物 二号 苹果公司新款 小型平板电脑 iPad mini 开始正式在 苹果专卖店内发售 首批同步上市的 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款7.9英寸的平板电脑 重量大约308克 此前已经在线销售中 基本上收到的 都是正面评论 但是也有人批评 这款小型平板电脑 定价高于预期 而且显示屏质量 也不尽如人意 这时段的时间就到这 稍后是本台直播的 今日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